这上网路都可以找得到 我一直从网路上收集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不容易看到 好 那边的积木 意思就是我的股价是歪斜 就像这一堆钱这样子 我去运动的话 你的身体会变好 会变成这样子 机会很少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 把它股价弄正 我们才去做运动 这才是我们正确 我们要选择的 好 正确的知识很重要 正确的知识很重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 老天给我们是对正型的动物 可是我们都做单车的活动 请问你是左右手都用的人举手 两位不错 三位 很不错 大部分都是 不是用左手就是用右手单侧 就变成平了 我用右手用力的时候 我的 我的左脚就会负担比较 它是一个对称性的 它会变成左脚做支点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左脚比较长 我比这个原因 用右手的比较多 每一个人都有脊椎侧腕的问题 刚刚讲了 从开始娘胎开始 一直成长后生之中 种种都解释了 歪的机会太大了 99%都是歪的 歪多歪少而已 那为什么会歪 就是因为肌肉筋膜神筋的 骨盒系统 然后这个有造成病痛原因 它歪了就有病痛了 人为什么生病就这样来 然后甚至会影响到 我们内脏运作系统的价格 刚刚也已经解释过了 然后这是不良 会累积到脊椎侧腕程度 一般来讲 在10到15度 它不会理你 然后慢慢增加15到30度 大概26度 他会建议你开到了 26度 那已经很关了 很关了 那脊椎侧腕 像我现在手边有一个小朋友 他妈妈就很注意他 从小时候就开始一直去 跟他弄肌肉筛腕的问题 可是一直都没弄好 弄到小六的时候 才到我这边来 那我这边来又是发暖期 结果呢 我是可以把他推正 但是回家他又歪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一边的肌肉很发达 他是向右边筛腕 所以右边的肌肉都很发达 左边的肌肉都不长 所以现在努力给他做复健 给他做运动 希望肌肉长起来 可是他就是不长 所以我也准备放弃了 那你肌肉不长我也没办法 肌肉要长回来 两边肌肉要平衡和牵引 他有办法 所以这也是牵扯到运动 你要对 运动不对 他运动这一边 就完蛋了 越来越晚了 所以运动要正确的运动 他原来是肩膀这样斜的 我叫他做这个运动 把这个左边肩膀 现在两个肩膀看起来是平的 但是左边没地 然后这边也没肉 所以外向右边 这样子 所以有些肌肉可以长 有些肌肉长不起来 像这种可以做蛋冈 很好 在蛋冈去打 因为拉的时候呢 他靠地心里去做迁移 可是现在的学校 看到蛋冈都拆掉了 因为没有人会教 像我会教 我以前体操宣守 我会教 可是我怕危险 算下来谁负责 我搞不好吃不完豆的走 我会不会去死得到麻烦 所以你现在学校看到单冈吗 看到双冈吗 看不到 其实那都是我们练身体最好的器具 以前我都没有不知道教这一块 但是如果现在有学校冤育的话 我都应用免费去帮他们服务来介绍这一块 很可惜啊 大家说当天都看不到 好 再来 平衡的正确的骨架 看绿色 肩膀是水平的 这个脸看起来 眉毛是平的 眼睛是平的 这个嘴是平的 这个颧骨也是平的 肩膀是平的 手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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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脊椎侧弯的人 它是一边开的 一边加紧的 手肘的距离是 手肘的位置是平的 这个肩膀 因为这腹腔里面都是大肩 所以这个肩膀叫做肩膀 肩膀的上方 这些肩膀也是平的 这些肩膀也是平的 从侧面看 耳朵的位置 到肩膀 到这个骨盆 或是这个髋关节 到膝盖 到脚踝 到脚踏出来的地方 都是成一直线 如果股价不振 就是有问题的 已经开始在做偏移了 刚刚有正面的 现在有侧面的 我们看这个人 从正面看 他头是外一边的 肩膀也是外一边的 手肘是一边宽 一边窄的 这个骨盆一边高一边低的 侧面看 他有成一直线吗 还好啦 肩膀有一点在后面 这就是表示头在前面 应该也属于低头竹之类的 或是小时候呢 就是吃奶瓶看电脑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脊椎不进保养 就是慢慢这样下来了 我没有情别歧视 因为只找到女生 没有找到男生 如果是脊椎有问题 我们还会有一些算痛的问题 好 这体态跟股价是怎么样子 看起来舒服吧 你也可以有这样的股价 跟身材 刚刚是上升 现在是下升 不错吧 现在呢 我们大家互相来了解一下自己 好不好 那个左右呢 我们就要大家站在